因为我们的感情 把我们的感情破裂不行 对吧 把我们的感情一放进 这么一会就好感觉 你说你把我们的灯开以后 这是不可能的事 对吧 所以说老先生的态度 我们也看到了 那么现在双方的态度呢 也都已经明确了 过去无论谁是谁非 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以后这扇大门永远是打开的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老父亲 可以随时去关怀他 包括也关怀你的继母 以后的事情 我们看表现就行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已经清楚了几方的态度 我想最后呢 再听听我们各位 小铁团的老师 为他们送上一些祝福 和一些祭语好吗 老人家 叔叔 祝您长寿 你长寿我 谢谢你了 老先生 您儿子想抱您一下可以吗 抱一下可以 那我想跟着 来给你 这就是我儿子 爸我会每天都 每天我都会上你 我会上你 我不知道 上我儿子 爸 嗯 我不希望人家 不要送给你 爸你知道 你怎么资格走的 不要我呀 我每天都会去看你 你要明白这意思 就可以了 你要读道理就行了 对吧 你读的道理就行了 我现在向你老弟 说的一句话 我希望 你必要 老儿子是个 见过产面的人 今天的这种转变 会有一段时间的调整 但是我想代表老儿子给爸爸唱首歌 因为太压抑了 快乐一点 这首歌就一句话 我的老父亲 你是这样的人 人间的感天有十分 你只长了三分 大哥 你知道有多少人啊 他的爸爸长不到八十一岁 你别动 你别动 我看你脚是那个爬 经过长时间的调解 冰封的父子之情 终于开始解冻 对于当初 一上场时 双方提出的尖锐 而不留后路的诉求 追回我对我父亲的赡养权 要回洗剧舞的 三套家产 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 和他六个儿女 彻底断绝关系 在经过一番 翻江倒海的亲情洗涤之后 他们之间特别是在保姆 变继母的问题上 是否会达成相互谅解的意见呢 好 我第一个问题想问李女士 以后如果许老先生的子女 想要上门探望你们二老 并且照顾你们 你能欢迎他们吗 我肯定欢迎 好 可以了 好 下面我来问一下 这个许先生 还有许女士 以后你们愿意 接纳这位李女士 成为你们的家庭成员 并且经常上门去照顾 和探望他们 愿意吗 愿意 我会没太长时间看我的事情 还包括我的记者 谢谢 谢谢